27歲的賴茲秀在屏東擔任護理師 就讀二季時就在校內的古捐驗血活動完成建黨 他的母親五年前因為A型流感離世 往生前希望女兒可以成功捐贈 這個心願從2013年被通知沛隊 六年後才完成捐贈 等待的過程賴茲秀絲毫沒有懷疑與退轉 也完成媽媽的心願 也沒有對自己有什麼審視 有可能說去幫助另外一個家庭 比較讓他們可以不要去失去一個自信 就是讓他可以正常的家庭的生活 那個時候大家我們同學在簽那個同意書 我們同學來打賭誰一定會配這道 一定會配這道理 賴建旭是花蓮慈大附中第二屆的畢業生 當年和同學一起寫下志願捐贈同意書 參加驗血建黨 一轉眼14年他從海軍陸戰隊退役下來 幸運的成為朋友中第一個成功配對的案例 陸戰隊尚不怕精神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 那我希望受贈者也能有這樣的精神 堅強的可以撐過這一關 熱心公益的他也在社區當一宵一錦 甚至是幫助流浪動物充分發揮自己生命的使用權 希望用這樣的熱血精神幫助另一個家庭重新站起 帶來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進行活動物充分發揮